Hello, 歡迎收看今集的YouTube Channel 我叫Windy 2013年出之來臨 在這裡祝大家有一個開心的一年和事事順利 這個也很滾, 先關小火 今天我做些什麼呢? 這個就是英國人都很常吃的一個餐 叫做Fish Cake 那我就叫它做煎魚餅 現在呢, 我們就在煮這個薯仔 那我們就是講一下今集的主角 魚 其實你用什麼魚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去骨去皮 今天我就是用這個雪魚 把魚洗乾淨之後 就放進篩子裡 然後把篩子放進煮薯仔的鍋裡 蓋上蓋子 蒸15分鐘 拿一個大碗 把煮熟的魚 和薯仔倒進去裡面 加些香草 黑胡椒粉 鹽 刨一些檸檬皮 然後拿一個叉 把所有東西攪勻 最後再打一隻雞蛋 把所有東西攪勻 放進去 如果你有個帽子的話 就可以學我這個方法 帽子的話不要緊 就拿一些混合物 搓一個球狀 然後不斷壓一壓平它 烘熱的鍋 倒些油下去 之後就可以煎魚餅了 只要兩邊都煎到金黃色的話 就可以上碟了 這個就是我的煎魚餅 你可以加些沙律 又或者像我一樣 加些薯菜 記得加些檸檬汁 就會更加飽味 那好吧 謝謝你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